上午不到10点就已经有民众到台铁饭卖部排队 要等的就是这一箱热腾腾南部限定的海陆澎湃便当 主菜是外皮酥脆咸香的台湾猪 搭配半桌冷盘经典菜的五味酱鲍鱼 还有凤梨虾球高丽菜跟甜豆炒彩胶做颜色搭配 当然也没有少了经典卤袋 另外还有台南梅岭的翠梅可以去游解腻 这款便当在10月26号到11月10号开卖 配合台南台湾的设计展特制便当 连续16天只在南高坪6个站点贩售 每日限量100个一开卖就秒杀 每份售价150元价格大部分婆妈们都能接受 不过这款海陆澎湃便当只在11点半后开卖 加上6个站点总共100个便当 数量稀少想吃到还不太容易 不过台铁每推出特色便当都能吸引始终粉丝排队抢买 也让台铁一度被称作是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 光是今年台铁已经出了30款以上特色便当 根据统计去年一共卖出了900万个便当 总营收约7亿多 今年截至9月也卖出了690万个便当 总营收近6亿元 就立委提议针对特色便当 未来可以开发区域限定菜色 将受欢迎的便当发展成长销型商品 渴望再创销售夹击 TBN新闻徐吉红龙玄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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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阅 订阅 转阅 转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下注